接下来就来关注一条很温暖的信息 7月31号 十年之爱蜕变成真爱的霍建华和林心如 终于在巴厘岛正式举行了婚礼 在现场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还珠三姐妹 能够再一次齐聚一堂 来表达对于林心如的祝福 整场婚礼可以说是颜值爆表 不仅一向爽朗的新娘子林心如 在现场是数度哽咽 就连严肃惯了的老干部霍建华 竟然也是难掩激动的心情 虽然拍照期间霍建华显得有些害羞 但是据现场的媒体报道 在向朋友介绍林心如时 霍建华可是一脸骄傲地表示 这是我美丽的老婆 由于林心如喜欢粉色 因此整个婚礼布置也是以粉色为主 没有过多豪华的布景和装饰 两边粉色的花朵相互呼应成爱心的形状 所以海风飘动起来则有如竖琴的琴弦 而婚礼的主题正是波动爱的心弦 下午三点林心如在爸爸的陪伴下 泰上红毯场面浪漫 既然誓词更是感动全场 我希望 我们可以同心协力 一起携手 一起共同地 面对未来的生活 我爱你 并到此刻已经变成丈夫的霍建华的一番真情告白 林心如忍不住哽咽起来 谢谢你对我的好 谢谢你对我的包容跟宠爱 从今天起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只要你在外面 觉得累了 倦了 不要忘记 我永远会在家里等你 永远 我爱你 当然了 对于台下的宾客来说 大家最激动的则是接下来的强捧花环节 那个拿捧花的 都没有人了 我又想拿人 最先跑上台的是胡歌和范冰冰 虽然两人势在必得都很想嫁 但最后捧花却是越过两人 被林心如的表妹抢走了 十年至有蛻变之爱 祝福林心如霍建华 你的情天地综合报道